有三只狗狗叫曾志伟 谭永林 陈百祥 那是他们的本名啦 你有帮他们取义名吗 小名叫什么 Eric Eric是曾志伟 然后谭永林是伦伯 伦伯伯 伦伯的意思 然后陈百祥叫 阿嘞 阿嘞 所以有不高兴的时候就 Eric 这是谁讲的说话 Eric 说起梅艳芳 想必老一辈的网友都有所了解 她在自己最美好的年纪 因为恭敬来去世 年仅40岁 这也成为粉丝心中一生的痛 在外人看来 梅艳芳的一生是成功的 精彩的 而且充满着传奇色彩 但对于梅艳芳自己而言 她却有着诸多为了的遗憾和心愿 还记得梅艳芳在世事前举办的告别演唱会上 她穿着一袭洁白的婚纱 脸流泪边向台下的观众哭诉道 我是一个歌手 也是一名演员 在电影里我演过无数次新娘 参加过无数次婚礼 但没有一次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对于自己没有结婚这件事 梅艳芳一直耿耿于心 找到如意郎君 并与她结婚生子 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 是梅艳芳一生都在追求并渴望达成的心愿 但很遗憾 心愿成了不可能完成的遗愿 人生就是这样 我遇到我二十八三十岁之前 我会结婚 我希望我有三十几岁 三十二岁我有我自己的家庭 我有自己的小孩 宝贝 有没有 终于我四十了 我有什么 我有你们 曾经梅艳芳也有过几段恋情 和赵文卓有过一段感情 梅艳芳曾说过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 我一定会解释清楚导致我们分手的那场误会 一定会挽回我们的感情 如果当年那么做的话 那么现在已经是赵文卓的太太了 可是最终两人还是遗憾的没有在一起 在梅艳芳去世以后 大家才知道她还有一段异国恋情 梅艳芳和静腾珍艳两个人在酒会上一吻病情 但是静腾珍艳并没有告诉梅艳芳 她已经和孙明菜交往 最终梅艳芳还是知道了 静腾珍艳表示 孙明菜没了她会活不下去 而梅艳芳没有她依旧活得很好 梅艳芳在知道自己患上病的时候 她还要坚持让好友 陪她去探望静腾珍艳后才入院治疗 梅艳芳的病情曝光以后 之后有机会去日本的时候 她还想再见一下静腾珍艳最后一面 最终梅能见到 当静腾珍艳被电话通知 去参加梅艳芳的追调会时 知道梅艳芳身患绝症的时候 去日本找她时 她也是相当的震惊 痛哭了一晚上 梅艳芳在访谈中谈起每一段恋情都未能开花结果 但她绝不后悔 梅艳芳说自己过去被塑造成经常换男朋友 大花筒说我大姐大 爱花钱 常常换男朋友 试问哪有正常男生敢靠近我 有好感也跑掉了吧 梅艳芳在访谈中还收到 嫁不出去因为传媒之外 自己感情路曲折 其实也受一般损友拖累 说这般损友他们都把她当男人看待 害她嫁不出去 曾志伟他们害她嫁不出去的 梅姐说到 我每一次有一个比较好的男朋友 他就把人家说得像小丑一样 曾志伟有一次这样说 阿美你都嫁得出去的话 我们没什么好玩的 我被他们当男人还不够 还当成开玩笑对象 你说我怎在交男朋友 怎样发展下去 所以我说我嫁不出去都是因为他们 嫁不出去以后呢 他们得养我 有一次曾志伟真的这么说 他说你为什么呢 他说 哎呀 梅艳芳 你连你嫁出去的话 我们没什么好玩的了 最起码成龙啊 曾志伟这群人都会养我 我相信我从来没怕过 我朋友是很多 不过现在都是玄友 虽然梅艳芳陨落了 但他却是真正值得我们所有人 都能够去了解和喜爱 并且永远记住的一位巨星 同一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直阳很美 黄昏很美 但是很快 咱们都会偏袭过去 所以我们要把握住 每一分钟 每一秒